最近字节跳动在深圳花了10.82亿 买下了位于深圳后海总部基地的一块商业用地 旁边的邻居都是阿里巴巴 腾讯 恒大等巨无霸企业 而在8年前字节跳动的总部却还在小区里面 2012年张一鸣在北京景秋家园建立了字节跳动 而后他依靠着抖音和今日头条养大日活数十亿的APP 逐步发展到了今天全球范围内都有240多个办公室 员工总数超10万的超级互联网公司 在深圳地图上腾讯 阿里巴巴 字节跳动形成了三组鼎立之势 东北部是腾讯的腾创未来 东南部为阿里中心 甚至有网友调侃说 以后字节跳动腾讯 阿里时间的跳槽就更容易了 如果给你选择阿里 腾讯和字节跳动上班 你会选哪一家呢